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即忘记不忘 比如说这种说法就是看不出来 保税这个就是说出去再课税 但是最主要要自主观点 所以说讲到这个就会有一个东西 有空你们可以去看 上课去看就好了 他叫保税人员的一个手脸的 不算特考就是一个简单的上课 然后做一个结业证书 那个不是技术式 还是会重生 通常现在都是VOT出去 在各个科大 像陶渊这边借行也有办 不过你要上他们里面去看 就是学校去看 像之前的班 那他们的国防班 去年的女孩子 他们也去讨论自己 我还跑跑去看他什么 我好久没有去之前找不到位置 百姓又跟自己上转 竟然说叫德塔 就我在那边保税人跑来跑去 笑成是往不见的 对对对对 他要赚进去 因为在过去以后没讨识的 有户口 手续就是吃东西的 然后我就是为什么提到这个 他有所谓保税工厂和保税仓的人员认证 因为这个东西很好过 你说不要看 这个东西很好过 如果有时间可以去考 一千多块而已 他会给你一个证书 然后记得是上四次 最后一次考试 考试基本上 考试基本上都会过 你只要不要确认太高 他们跟家说证书有没有 我觉得至少是一位证书 是一位证书 不会很难考 我就觉得他们很多都去考试 但不会五千分钟去打 才会最后几个 觉得这么有兴趣可以 但是他们有一个问题解决 当你是保税仓库的面上比较好 还是保税工厂比较好 他们一般的家保 好像是保税工厂的面上比较好 但是我觉得你要看一看 有没有开始的课 当然怎样的话 你可以自己去搜寻 搜寻看看 如果 我是知道跟你们感觉的信息 如果你们有信息的话 三十四个礼拜六 就解决掉了 很有趣 但是我们想 continuity 如果你们有信息说 但有人觉得平衡 能生 Mutta 不要把它上台,不要把它上台,不要把它上台,不要把它上台 不要把它上台,不要把它上台 像他说,你在跳,你在跳,你看你多会跳 不要把你乱踩,你都会跳,你发到哪里去了 你看这样不会跳,好,好,这个就要跳 好,那全球发布中心,这GoGo的东西 那我们工业的观点一桌,帮我们来看这一桌 那我们这边有提到哪样,物流、金流、资讯流 还有一个哪样,这些东西 其实这样讲的,我提到这个话,这部分都会提一下 我们刚刚听到风云念,上次有在那边讲一下 风云念在那边就是点电,有反应颗粒,灰暗生产的概念出来 我们在讲风云,手快券 它底下来才有新的四个组成 风云念来讲,一定要开始 这个我讲的也是你很好奇,对 风云念的开始一定要有什么? 要有商流 就是由买卖开始,才会有工云念的开始 这也很简单 工云念要有四个组成,一个是商流 然后再来,你有这些工具生产二十八糟 然后仓库前修一堆,然后工云,然后运输 可能是复合运输,比如说鸟飞 就是飞机飞,鸟转沐浴,那赶鸟飞 然后商流,然后看这些物流 你会不会有ARAP,医收音符,支付的东西 你就会有金流 最后这些工具,它不论要不要把它数据整合的话 是去流 这是一般我们的开选 这是一般我们的开选 大概是这样,它这边有提到工天的部分 然后再来就是货柜仓储 当然我们刚才想过吧 货柜仓储,货柜是最近 近代一个很大的运输的一个突破工具 它很方便,它可以直接转运 比如说,上一阵子,比如说上一阵子 不要说一阵子,两三年前,如火如荼 老是要修 听说应该会在山修 不知道看远镜怎么样 所以我们讲到很多这个问题 就会产生一个工时的问题 工时的问题 当然很多业者,比如说 我以运输管理业来讲 它有运输管理业的规定 我记得如果我们没有听错 现在货柜仓储是这样的解释 什么叫做指驾驶的运输和工作时间 你还记得吗? 最主要是那些是铁铁画还是花园 也能有来折盘色 货柜仓储 货柜仓储 我记得我们自己的业者必是清大 这种说法 我们还去问前辈 是这样的吗? 你的手握方向盘叫做上盘 手握方向盘叫做上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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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握方向盘 对啊 对啊 我们还是问人 以前说过这样吗? 我们去查一路也会 不管 我再讲十几个东西 那不会让我们十几页的反射来讲 我发小时大了 我们这边讲过 我现在在中心教育的炸虹 还没办法射接爽 还跳 他也是跳 因为我太强大 压不下 太强大了 压不下 不然他还是见晓得好 不管他 就是说 后来有一种跑法 我们叫做大自行跑法 就是这个货柜 这么怕 我要去高雄的货 我从北部 发一台货柜到台中 从高雄要上台货 发一台货柜到台中 然后到了台中 你又能交换车箱 或是交换车桶 或是交换车桶 不管你啊 你要什么跑都好 就是变成大自 我的北部就跑到台上回去 然后到时候就跑到台上回去 接杀东西 我们叫八字跑法 所以如果说 我真的很相信 生命会找到窗口 我就找到窗口 窗口又爬不出去 也太棒了 再找到出口 真的找到出口 你就有办法找到出口 不要被局限到 这个就有八字跑法 以前有没有人家说 无啦 干嘛搞那么复杂 以前那小话说 干嘛来搞那么复杂 对啊 还是这样别忘了 到这个交换车 交换车就不忘了 所以你这边到这边 这边到这边就可能 会陷缩在做什么 不然你一个人 从这边跑到这边 再回来去 你这样讲 我们大概做完是怎样的 我们月初夜室在出发 一台多车 一加一 就一起一起来 晚上时候你从林口出发 我希望从林口中逃越出发 晚上十二点从林口中逃越出发 然后你到了钢山好了 钢山是一个很大的物流集散地 钢山那里 钢山那里 再来就是你 路去南起那边做 有那些 南起之间有加工区吗 好 大部分都钢山了 到这样子 五个小时到五个小时 吧 你们都算好 如果钢店没有做大 折磨 还两次下桌 两次下桌子 满上桌子 两次下桌子 也是十月大 我就帮你算吧 你超过 或是 或是太少 就是这样 还在外 到时候是这样 我们的车车也一样 最省流的是九十万一百 真的没有人 我们是定数 我们这样都会把他们定数 如果你操恶 会阿拉 会叫 会祈福你 当然有时候我要超车 但是我看你平均 你等一下要超车 所以我们去看 当然现在很多科技去管理这块 越来越多数据可以看 以前是谁 出门让他搞丢 三四点都打卡 他从我不回来 因为什么 他说他赶回来 因为他少跑也是 如果是月薪的话 你很管不到 然后每次打给他 永远都在猜测 他在 反正是这样 但是现在所有的东西都给控管 像给三月十三点 也有一条律师 这些东西来讲 都有可能做一个变化 当然回到这里来讲 这些人都讲过 所以说 这个货币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其实像欧洲大陆也是一样 他们都 车手交换 就跑了 因为欧洲大陆来讲 河南是一个很大的 类似一个枢纽的中心点 就是好像 亚洲的后面很多是在新加坡 那种交换 做一个 集中一个散发点 欧洲的话 很漂亮 所以他们很多的车 他们的路的东西很老 你们有没有去过 站好多车上 这样 这样有看过 那个 那个 有没有 站起火车 有时候在小片里看 有多人放火 他那个 那个 荷兰他的仓库就是类似一个 也不是那么善行 但是 他四面都有马虫 就是怎样 交换 交换 他整出去 有点像穿越式 穿越式的鱼 一个 集团点 他这种各种仓库就不错 战故主纯 还跳 战故主纯 这个是货费的部分 然后再来的部分 也就是区域 那当然 这个东西就介绍到一个东西 我简单讲 把它的台话来讲 比如说他两个地方部 然后下面讲户的东西 比如说你有一个货品在分岛 不要再分岛 我们举例台湾而已 也许在不同地方 亚洲都哪里分岛 物流链的时候 你应该选择 你应该选择 我要建一个统仓就好 比如说我们在台湾 我建一个统仓就好 我还是我要建分仓 北中想算个仓 你们觉得哪个比较好 舒服的感觉 会不会觉得北中还是一个比较好 我说舒服的感觉 你说我一个仓 或北上是中仓 哪个仓 很多东西来讲 我觉得舒服会比较坏 因为都有安全固存表 对不对 可是有些东西 你会考虑到它的成本 你多了一个仓 就多了一个货品成本 我们车辆也是一样的 能够少发一台 他就少发一台车 让人知道 但是同一个区域 我不会两台车去还浪 浪费有钱 比如说一个区域来讲 我用一台载费车区 一个不拉格 两个城区 就一台车 我很忌讳让 两台载费载费 一个不拉格里面跑 就是街道跟街道一个城区 你不要交费 你不要浪费 为什么这些东西都 他应该就要干嘛两台载费 除非是时间 从此 你没有办 山子也要送 这里也要送 你没有办 可是这些 或者是资源行的除外 回到这些问题也是一样 你做一个仓库 一个固定成本 这是第一个 仓库嘛 就算你仓库没有怎样的话 你也要那些钱 租金 仓出 水电摊停 人事成本 跟那些管消费 第二个最重要的点在哪里 货品特色 比如说 比如说 你是医疗 医疗 医疗产品的话 他们就是怎样 不会设那么多的仓库 为什么 医疗产品来讲 甚至有些是疫苗 有些是药品 也马晓得比较好 医品跟医财 我马晓两个 医品跟医财 药品跟什么 材料 材料就是神作辣 有时候那种抑制 也叫医财 为什么他们国家 能少仓库就少仓库 为什么 有人知道吗 刚才有人讲话 时效性的话 其实是跟上比较好 跟上比较好 那没有 我刚才一个小匹医疗 他可能做那种 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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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会用再证捷 我们来 来来 那学高高机会 呜 乌染 云囊 乌染园管制 你多一点 多一点 多一个乌染园 干啥都是人 这跟士兵场很像 但是士兵场 没有那么精实 因为普通我们讲 我知道,我们有些笑膝管理 这个方向都知道,每个人都知道 马上对你面那一瓶,我就笑死,我就唱那一天 他觉得爽就好了 这个我们都知道,这是笑膝管理 药品是什么管理? 是笑膝吗? 一定有听过这个吧 批号 我这瓶食品也是批号,很多都批号给你 我这批号 你再讲批号是什么概念 比如说 用时间做排序 今年是2020-0226 早中晚班 早班一号,中班02,晚班03 就有一个01或01或03 然后产线别 A1或是D2 产线别,然后可能会有一个工作人员 大家不一定 这个很细 这批号出来就是基本的 所以就是批号 批号 所以说批号出来的话 我问哪一批有问题? 哪一班,哪一个采进,哪一个厂房 哪一条线出问题 对不对?他追法才会快吗? 就像我们常常讲说,我们要一个节点 节点,就从那边切断,然后组的东西 比如说,他们在说,断点 断点 比如说,限制也就是一向后方 他不会沉向后方 就是说,我只对你 长江一号 我被干掉了,你就找不到人 就断掉了 所以他们是类似 搞药品化 所以我多一个温览园 所以我多一个温览园 讲这个大家听得懂 但不常遇到,我讲一个 这几年大家都遇到一件事情 又回到我们的小溪 我们最长期的小溪 小溪四年前,五年前 有没有人住中立的? 中立靠内利丹 那边工业区里面 那边有一个叫自强路,还是自强杰 自强龟在吗? 一条路 那边有一个叫做联华生鲜士兵场 你有没有看过? 很当努力,不当努力 有乌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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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区里面很贵 今天你在赛勒买到一个花围 有问题外却举事觉得怎样 后来黄鹿杀 好像找到保障的一样 但是你都会写怎样 赛勒买 要跟他出的过来 他以前有这么做 你做我后一张几十几样的 他都倒不掉 或者他说不行 我全部集中饭 就叫别人好去做 然后这个都可以 回到我们刚刚的乌云生 你这个污染给你管控 这个就才比这个幸福好人 就是你要回到西区 需要你做管控 所以你出去看 你应该超过一半以上的 我甚至于也有三分之 现在你小偶小 其实有些多是一大都是烟花在做 然后我就跟烟花的那个亲戚在那边讲 你在那边聊 我说哇你叛事 想起来可能很夺啊 那种叛他并不夺的字 后来他做的时间 他说没有好赚 所以他现在这个东西呢 你第一个想法就是 除了你做的这个量之外 我想到什么 你后面有多少包财才够权 你的食材的采购权 这还是可怕的地方 我再想到这一块 他说你想太多了 我说谁啊 他要买什么都会认到 你跟谁买 然后你的那个 保利口罗跟谁买 珍珠和跟谁买 都通过 你只是去 等于是 你这个实质实质实质的感觉 你就买每个拿到 然后一样 然后我就说 像你们就是 纯粹就是一个 叫做代工 代工 代工人 代工人 然后他还要去应付 后来没多久起来的 劳基法 六个人 那时候最好笑 他讲一个 像我们台湾家怎么办 属地跟人 对 因为说属住 属住所 跟属你的工作场所 两边只要碰到一个就可以办 对不对 我说老后人 就要想办法 第一个 要包邮人 舍息到处再联工 然后 然后当人家 你要签署劳动合约 就是要劳动协议 那不算违法 那些同意的 然后 因为怎么样 小七是 365天24桥 是不断去变大 去做事 你都在生管 才没办 因为总裁都会违法 除非你要加一个大量的人员 可是第一个 你产线可能不止 第二个来讲 你可能成本就变高 没有说你起要为起的 对啊 你说那时候 真的是他们最难的 就是拍产线的人员 对啊 我都看啊 我站在那边看 那时候 那些人物的时候 一直被车来 都大跑的时候 都要全程再连大 都在一个便当 一站一站一站 几小时就来 一直在啊 没有玩的咧 那他们就要一直坐 因为便当就是这样 好像那期限是3 就是没有很长 那这个 可是便当应该还要吃 以前我一直来吃到体育面 现在这人不是要早餐 不然这样 那他买到保育才会进步 对不对 那这也比较进口 鞋货才是买过人的 那这个东西就是给各个同学一个概念 就是污染源 正常来讲 我分仓来讲 我的效率会更好 没有错 我有那个 配送率会更怎样 不会断货 也没有错 但是针对到这个 有什么是污染配送率 反而不一样 他会去做一个变化 怎么说 太多了 那我先说 不要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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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不要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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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要打算 要打算 不要打算 不是啊 不要打算 不然 不然这样 基本上就是要恐慌的概念 就是这样 当然你要统倡的概念,如果你觉得你只设一个统倡的话,当然是怎样,距离你客户多的地方 比如说北中南,一般来讲,大部分赔偿比较巨多,因为北部的负倡比较高,所以赔偿巨多 我是一个园区的概念,比如说我们这边,园区诱诗,然后就经过诱诗,入塞一个样的交流道,那边旁边那边,诱诗路一二段那里,他原本是打算,如意不留 如意呀,那个意思,意地不是那个,不是具体无意的,那里面是一个园区的概念,如意 我刚讲过这些园区上的语言,我要注意一点,好,这些组织就来到 那边来讲,他有一个讲说,包括各种各家人,不管这些地方,然后我们说这些地方,他就说说,我们觉得公面有去的概念 那边去的概念,那边去的概念,那边去的概念,那边去的概念 语言去旁边有一个很大,叫做四年,这个一样很多的结果,四年仓层 去十二月的时候,我在博业了,其实有个餐厅在博业里,你不知道,我忘记了,在什么,绿泽路,那什么路 我遇到他们,就后会公会他们的失败,我第一次遇到四年老板,四年是什么出身,后会出身 我们就觉得,老板就是老一辈子嘛,那是我的感觉,我没有看过他,然后我们的感觉就是说,应该是很霸气的,做那种大车的,没有 讲到有声音,声落红肿,我看到我吓死了,就像这朋友这样,很斯文,我问你,没有,没有你出的,你没有,没有你出的 很斯文,后来我当时就去台大学,台大学,有时候我们不肯毛下,我说,有两大名,四年很大,这也是很大 你在阳迷新屋,新屋连带,我哥有看过一个部,这两三年做一个公司 是,洗踢打,不然我都会需要你啊,你用不肯毛内部去看,都会有个好处 他会把很多那个什么,热气八糟的,不是只有玩的地方哦,因为那一般公司的好,他都会弄出来哦 如果你自己去人家,他会出现你个人说属于不肯毛内部 比如我去过什么,不让他住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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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蛮好用,就越来越个人化了,洗踢打物流 然后再,这个就是他弄的,他以前是做货柜为主 所以他跟那个海关啊,跟那些都很瘦,不让他聊嘛 然后再来的话,那个洗踢打号,陈炳,陈炳是南坎路,不在南坎 陈炳的学队面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四连仓运物流园区 这边也是,因为跟各位我们报道,大概从南坎到观音一线 南坎观音当然有很大的魅力 这些全部都是怎么样,目前的电商重镇,差不多都在这边 电商,你想到的电商都在这里 因为他比较不正,因为人口结构都在问题,大会消费都在问题 他在距离市场最近的地方涨 当然还是因为土地区的成本问题,还是往海变高 这边大概是南坎路族大远,这一段 话不是电商的部分 好,这个比较妙的是什么? 讲一讲差不多,还可以讲一下大话 如意的附留的一个老板,他带哥的样子 其实好像信主我 我没有忘记什么路,但是你打门没一定找到 阳面有一个白蛇娘娘的庙 阳心路 你们知道,白蛇,这是白蛇 之前我跟宏群老师有什么的事情 我们看了好多连,这个是谁啊,那你去看看 哇,这是白蛇 一袋子,二袋子,三袋子,三袋子,三袋子 一袋子,二袋子,二袋子,三袋子 他一袋子,二袋子,二袋子,三袋子 他一袋子,二袋子,二袋子,二袋子,三袋子 他一袋子,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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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袋子 他可能第二袋子,二袋子,二袋子,二袋子 如果怕这种东西就要去 那个庙里面,他就是一个一个透明的圆柱状 然后里面都是蛇,都是白蛇 跟他舔牙的,反正就算你在求婷妈妈 然后你可以供供他 就是那个,你这边每个月,比如说 涨一千块,一百千块,他就买鸡蛋 买鸡蛋,买鸡蛋,买鸡蛋,买鸡蛋 然后你来的时候,他可以抓住你哪一条粉 他就逼你,他给你博物要拍照好大喊 很多小女生喜欢去 他在写的当成章鸡蛋 我真的记得 我好像的那种像女测鸡蛋 你也想看愿小女的 但是,但是你这东西起来打发,你在桴認同 感觉是这样? 但是,我觉得我要说 不然他故意做一做 他觉得这个 我觉得这个事不是比较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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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